林務局在全國各地都有林道 作為救難和書法林木的道路 但在森林開路 造成阻隔野生動物通行 因此近來 在林道修復工程當中 就設置了動物通道 台東就路到了山鄉和水路在通行 台東林館處在資本林道 一處水井架設的攝影機 清楚地拍到了山鄉 彌猴和石線蒙 甚至水路 利用工程施作後 在補強的友善動物通道 爬上爬下自由行走的畫面 這樣的動物通道 的確有助於野生動物 在人為工程和自然環境之間 找到可以生存的路徑 台東林館處處區有六處林道 作為書法林木和救難使用 道路也經常需要維修 但過去人工設施 都沒有考量到野生動物的通行 有環保團體認為會造成動物死亡 台東林館處從一百零五年起 就檢討已經完工的設施 在做補償動物的通道 像是斜坡斜梯等 大幅減少了動物死亡 設施方面像積水井 或者是說動物通道 如果去加強它的一個 設施的改善 讓這些動物能夠在 山林之間自由地穿梭 台東林館處表示 這次在資本林道看到的動物通道成果 未來會用在其他林道的施工 讓動物和人都能平行地 在森林中通行無阻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